我们前面所介绍的DNA复制流程 都是以人类为例子 人类的DNA是现状的 所以你就看到双骨DNA好长哦 对不对 它是现状的 那我们的人类DNA很长 所以当你DNA这么长的时候 你如果只有打开一个复制起始点 形成一个复制炮 然后一个向右一个向左慢慢复制 会来不及 太慢了 所以事实上人类的复制方式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画这里哦 人类是这么长 好长哦 它同时有好几个复制起始点 同时打开 就会形成 这是第一个复制炮 这是第二个复制炮 这是第三个复制炮 有好几个复制炮 同时进行DNA复制 这样才有效率啊 才快啊 而且每个复制炮都向左向右 各一个复制差 好这是我们增合生物 可是原生物不是 原生物呢 它的DNA是环状的 而且它的DNA很短 所以它不需要这么多个复制起始点 它只有一个复制起始点 好比如说从这里好打开 打开 画成白色的是它的旧骨 画成蓝色的是它的新骨 就从这里往左开 从这里往右开 就一路开开开开开 开到底 就变成两条 环状DNA 一样是一股白色旧骨 一股蓝色新骨 这就是戏剧 环状DNA的复制方式 它只有一个复制起始点 比较单纯 可是这个图哦 有些就之前学姐说 他其实看不太懂这个图 为什么可以一圈变两圈呢 所以他有点看不懂嘛 那我就好吧 那我就画给你看 DNA 呃 原核生物DNA环状为主 那环状DNA 依然有方向性哦 假设外圈是 这位5prong 这边为3prong 那一圈就会颠倒 好 这就是一个原核生物DNA的样子 一样有方向性 现在呢 假设复制起始点在这边 把它打开来 打开之后呢 我的这个三角形红色 叫做DNA解学没 一个往上解 一个往下解 打开了 好 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哦 我把那个方向还是写出来 这边是3prong 这边是5prong 这边是3prong 这边是5prong 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一边有影子 5prong在这里 方向颠倒 然后往这边 绿色镜头是往上 所以这边是3prong 往上面走 方向都是固定的 5prong往3prong延伸 好 这个往上延伸 就是它的复制方向 和解学方向一样啊 所以这条绿色 就是引导股 也就是正向股 也就是顺向股 对面呢 这边是影子 5prong 往3prong移动 5prong往3prong复制 它的方向 刚好跟我的解学方向颠倒 最后它是逆向股 反向股 或叫延迟股 而且就这么巧 我已经画出了两个 这边一个打勾 一个打勾 两个片段 就是刚起片段 Okasaki Flickman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复制差 下面这个复制差 一样 这边是5prong 往3prong做复制 所以这个是 所谓的引导股 对面这两个就是逆向股 就是延迟股 原则跟前面所介绍的人类复制 一模模一样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同 只有一个复制起始点 它只会形成一个复制炮 然后这复制炮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 叮 合在一起 两个箭头后来就相撞了 就打开 那你就看到这个现象 当我到这 哇 你看这个引导股好长哦 哦好长哦 对不对 而这一边呢 我现在框起来这一边 就是 延迟股 哇 好多片段哦 一二三四 好几个片段 就是好几个钢旗片段 那当我的第二个巨人往前走的时候 会把前一个的影子吃掉 就形成小缺科 一样第二个连接被来连接 那个过程一模模一样样 好当我全部连完之后 形成这样的结构 外面这一圈 就是一条DNA 里面这一圈 又是另外一条DNA 我是不是从一条环状DNA 现在变两条环状DNA 拉 其中黑色为旧骨 绿色为新骨 一样是半保留 好 第二个问题 这样子的复制方式 不会留下端力 有看到吗 因为它绕一圈 所有人的影子 都会被塞一个的DNA倦美 吃掉 环状的DNA 是不会留下端力的 本来端力应该出现在哪里 本来端力应该出现在这里 结果呢 被这个的DNA 一直过来 刚好把它吃掉啊 就没了 所以细菌的分裂 没有分裂次数的上限 因为它不会有端力形成 不会有那个海逢利克上限 这是细菌 环状DNA的好处 它不会有形成端力的问题 好 以上是原核生物环状DNA的复制过程 我们十一支二就出到这里了